今天試駕的車子很熟悉 改款之後跟我車有點像 那就是新年式的小改款的馬二 等一下 馬子達士吧 對對對 我再怎麼介紹都沒有你這個車主厲害 那打個商量 外觀內裝你介紹 然後動力操控我介紹 好像不錯耶 本工你像 好好好 交給你了 那這個新年式改款的馬二 它其實就分兩個車型 一個就是旗艦 一個就是旗艦安全型 那頂規的旗艦安全型就多什麼呢 前方煞車 自動煞車 還有車道偏離警示 還有一個定速系統 我先來講一下外觀 好 外觀就是最不一樣的 車頭車尾 車頭部分它就導入新世代這個車頭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新的馬六馬三的 這個新的水箱護罩 還有這個魂洞之翼 好看 從左到右一個很大的一個鍍鉻 這個飾條 下面還有一個飾條 也是鍍鉻的 頭燈也改成LED了 頭燈給LED 對 所以車頭看上去呢 可以跟那個馬六或者馬三更像 是 比較像同一世代的產品 嗯不錯 車側就是換一個新的16吋的輪圈 看起來這設計也不錯 然後車尾部分就是LED尾燈 之外呢 後保桿 它以前黑色的塑料部分會比較多 就是改少一點 然後加了這個爐個 所以說看起來就是質感會好一些 外觀是帶來這些變化 進入內裝之後呢 它也是基本上做一個質感上的提升 用料部分 比較好的一些質量 還有它這次特別就是把它改成 藍色的配裝 看起來還是有點深黑色 仔細一看它其實是一個深藍色 再來就是它這個座椅也有依照 像馬三做一個重新設計 開起來是更自然更舒適 長途駕駛或乘坐之上不會那麼疲勒 還有就是它Apple CarPlay 變不要變 變不要配 插上手機 很直覺就是開始可以播音樂 看電影 等等等等 非常好操作 是 後座部分呢當然是 兩位承認做是最好的 對啊 那你一定要跟一個身材 還小一點 或者小朋友在中間 短途也是OK 嗯 還有一點就是它這一次的 隔音有做強化 喔 這個車頂啊 輪動 有做這個MVH強化 喔 所以開起來基本上應該會比較安靜一些 嗯 喔 講了好多 哇 辛苦了 基本上呢也可以把它定位成大規模小改款 確實啦 因為大規模部分 就是等一下重要的引擎變速箱 它都改過 不是這種只換一個頭尾 就是一種小改款 對 我們現在講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上路體驗一下 明年1.5引擎真的夠嗎 對啊 然後變速箱改過之後 真的有比較厲害嗎 沒錯 這個 要試了才知道 開在山路會有樂趣嗎 嗯 我們現在就為大家來解答 走 走 那操控動力就交給我來講 沒錯 它這個新的引擎因為提升效率 而且還降低了內部摩擦力 所以它馬力變116P 然後扭力呢 14公斤米變15公斤米 動力增加之外 油耗也變好 對 那平均油耗本來 現在可以到17.9 嗯 另外就是這個變速箱 對 也有做升級 它其實有講很多原理 就說什麼 它會自動Hold住檔位啊 讓你那個油門反應更好 是 簡單講我覺得它就是 你一發動它就有點處於 半個Sport模式 哈哈 因為很靈敏 因為它主動停留在 低檔的 低速檔的時間變長 所以油門反應變很棒 然後你在山路有沒有 就變擋煞啦 欸 對不對 你看我現在一直下坡 其實它並沒有越滑越快 因為以往它會 它會一直往上換檔 會越滑越快 然後你看近彎帶一點點煞車 它還是在低速檔 對 然後一踩 就出彎 嗯 對 所以等於說它這個換檔樓 其實是變比較聰明一點 比較符合我們開車的習慣 座椅好像也改過齁 就是拿Mazda 3那個 保護你脊椎那種座椅 就好像你就在行走一樣這個姿勢 對 還有一個重點 GVC Plus 多了煞車的功能 更順喪之外 其實乘坐起來也比較舒適 也比較降低那個轉向不足 對 剛剛我們兩個都有在山路 而且還開得滿用力的 可是它就是穩穩走進你想要的那個路線 因為會有錯覺 因為它車身算高一點 對 然後座椅也稍微偏高一點 對 那你會覺得這個彎好像過不去 結果你就是撐過去之後 欸 就是很順暢 對 然後也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 或者抓不住 可能輪帶會叫一下 是 但是就是 欸好好玩 就這樣過去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太久太久了 沒有開這麼小尺碼的車 短軸 對 短軸 大車的彎路等於短軸的直線 所以你就會覺得 哇這台車開彎好厲害喔 對 然後巴不得它馬力再多阿個40匹 50匹都好這樣 沒錯 價格方面呢 入門的旗艦款就是 74.9萬 那我們今天旗艦呢 就是77.9萬 老實說這個價格確實是有點高 嗯 我 以我來講 我可能走進展示中心 想看馬二 對 結果可能會買馬三軸 哈哈 因為我覺得價差不大 我知道了 你如果現在是CX9的車主 對 你還需要一台馬二 對 對不對 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不用開到CX9出來 馬二剛好 我覺得這台車比較有點像 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牌 而且是 你真的用車環境 嗯 然後或者是你停車的環境 真的要小車 嗯 然後你又不想要 太入門的小車 有點像 嗯 iPhone 它真的就是貴 對 那它有些 照相功能也沒有Android 嗯 一些功能也沒有Android 但是大家就是喜歡它 是 可能就是這種道理 因為它夠精緻 對就是 喜歡了就會買啦 那不喜歡我們怎麼講 對啊 都會挑來挑去 對 我們就是 有需要一台像這樣子的進口小車 可以去展開試試看 或者是家裡有大車的 突然間發現打車真的蠻不方便的 嗯 那真的就要一台這種小車 就去試開開看囉 對啊 那我們今天試一下就到這邊 大家對馬二 或者是馬自達哪一台車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